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影这个艺术值得去收藏吗 其实凡是艺术都值得收藏 是吗 所以既然摄影是艺术当然更值得收藏 不过这个话还说得更具体一点 就是通俗来说就是照片值得收藏 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照片一个底片然后可以反复冲洗 可以印一百张一千张一万张 这里边就讲规范 我们就不讲老照片 就讲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 或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表达 都是通过影像 通过摄影 这种方式直接拿到 那么摄影收藏或者这一类应该属于艺术类的影像的收藏 为什么说值得呢 第一价格还是很合理的 未来就很难说了 因为这是一个正在上升的领域 那么第二个呢 作为上升领域的原因是呢 首先这个收藏会越来越规范化 你刚刚说的底片以及这个章术 原来讲这个属于符字艺术跟板画一样的 一张底片什么样的规格 放多少张照片要编好 24寸12寸都要编好 这个编号要建立在新农的接触上 比如说编号越少 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单幅照片就越贵 比如说五张或者十张或者二十张 编号越多 比如说五百张 那当然是便宜的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你要看这个编号 每一个尺寸究竟有多少编号 第二个呢 还要看你的这个照片收藏的一些专业条件 比如说相纸 比如说什么样的样水 因为这个很重要 目前已经获得了所有技术上的保障的是黑白 黑白照片维持一百年不变没问题 因为摄影发明了一百五十多年了 对不对不止 彩色 现在这个Apson或者Solid的那个专业收藏版的彩色打印 在理论上也是百年不变色 但是这个技术出现才几十年 对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相信这个技术的保障 因为一百年后怎么样呢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但是这个只是提醒我们摄影收藏第一个要讲版数 第二个一定要讲质量 所以实际上所有影像或者所有摄影的展览的作品 它都分了 这个是收藏集的 还是这只是一个照片展示 因为照片展示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数码打印 哪怕你精度再大的数码打印 它都是用打印 所谓照片收藏集的时候 这是一个经过专业要求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两个专业你明白以后呢 那么现在第三个就是影像作品摄影作品 一定是越来越多 因为今天整个视觉的表达 影像就是主要美景 是吧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没有上来讲 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其实还存在 越往后 它这样就越会上来 但是很多人 特别是普通大众 他看照片可能跟我们艺术专业人士看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专业人士可能很多人已经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正在从事用摄影 用摄影机来拍摄作为艺术创作的手段之一 但很多人会觉得拍照很容易的事情咔嚓就搞定了 比画画画画画画要画半天可能画时间很长 那个更值钱一点 所以恰恰恰说明 其实视觉上边的盲取还很多 我们以为摄影很容易 其实就跟看画一样 真正能够看懂 我们说照片 真正能够看懂摄影艺术的 其实很少 也是需要一种目光明位 今天有所有人都可以拍照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成为摄影艺术家的 其实今天导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条件 人人都是摄影家 没问题 拿个iPhone就能拍了 人都可以拍 你的拍拍我 我可以拍 但为什么仍然是只有很少的人 最后能够成为我们所认为的摄影艺术家呢 这说明当中还是有一个判断标准的 还是在考验我们的视觉的敏锐度 和我们视觉的创造力 其实越多的人有机会 不用专业的条件下就可以拍照 今天照片越多 恰恰说明不同照片会越多 因为每天都拍照 每天都有一大片照片 你不要小看这个我 它反过来会导致你的视觉退化了 因为你会习惯 你所日常看见的影像 千万不要以为随便可以照相都有个性 我打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自拍很容易了 对不对 对 特别是所有年轻人 今天不只是女性 因为今天男性也开始讲究好看了 他们都自拍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 所有这种自拍有个性吗 他们全部被编程统一了 对 但编程统一也不是有意的 因为编程是要赚钱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其实需要某种样式 一定要美白一下 一定要眼睛搞一下 这种越是盛行的自拍 越是容易 它恰恰跟个人脱离的越远 就我们习惯了这种不真实 反过来 反而照镜子可能更害怕 很多人 很多人 会认为这个是对的 他们会选择这个 以至于造成另外一种毛病 什么毛病呢 很多女的 不愿意被人拍 或者说拍的时候告诉你 你不要随便发出来 对 要线 因为她要处理一下 对 她处理一下才出来 以至于我们发现 但是凡是处理过的 都是某个表情 这个某个表情 所以 某个角度某个表情 越是多人轻重拍照 越是生活在图像的海洋中 视觉的盲区在这一个方面就越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越要考验我们的眼睛 你是否有真正的敏锐的判断力 同样那些真的好像很随便拍出来的 但是她是一个让我们诧异的摄影艺术家 她一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在后面 你能不能发现 首先你能不能做 所以虽然理论上 现实条件上 技术条件上 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 人人都是摄影家 但实际上还是很少很少的摄影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汪洋大海的图像中 你的眼光如何 挑出那些真正值得收藏的作品 这是一个考验 也是个乐趣 人总叫做蓝的是吧 对对对 而且摄影目前如果说比较新兴的艺术家来说 他的这个担负的价格不高的情况下 其实考验一下自己的眼光 说几张这个不是坏事 我觉得家里也好看 这个刚刚所说的一个自拍是一个狠状的现象 就是说自拍越普及其实越没有格性 在传播学里边我们把这个叫封面女郎想起来 几乎所有年轻女性心里边都有一个范冰冰 有一个李冰冰 觉得自己凭什么比他 都希望自己身为封面女郎 如果没有摄影机的出现没有摄影的出现 女性拍照的这种模特样式都不会出现 所以是摄影造就了明星照片 摄影造就了女性定义自己的那个形象的内容 然后他要蔓延 蔓延的结果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格性 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家 他们虽然用的也是跟你一样的普通照片机 但是他们要反过 比如说范冰冰的脸很白 瑕疵要全部去掉 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瑕疵都是生命成长的自然痕迹 你为什么要去掉 有的摄影家得了这个乳腺癌做了手术 可以拍自己的身体 有尊严的身体 一般人能接受 不能接受 是吧 所以恰恰在这种情况下 收藏摄影是一个考验眼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而且还有生殖空间 是吧 还有生殖空间 还真正考验人 画嘛 就那么多画 况且我再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很写实很写实的所谓的优化 小心啊 可能是高级的印刷 然后再加进去 再加进去 千万不要那么容易被骗 我是从来不信的 现在都是用现代科技来进行画画 一看到那些事物巨细表现的千毫毕露的写实优化 看到眼睛都呆掉了 灯灯溜溜一双眼睛都在那里去 哇这个画家好不可思议啊 我告诉你 绝对后面有一个摄影家在工作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很容易被这种所谓的精致的技术所蒙骗了 是觉得画画一定是画很久 然后这么辛苦 我买不到这个艺术价值可能也买到一个辛苦的价值 不是吧 结果可能根本不是那种 对对对 对 是这样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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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afely